全球碳能市场规模将连征三成以上 甚至上抗无成 从这点来看 目前许多产业都还在去库存的阶段 开了产业有着明确的成长动能 说来电信本身就是电信业的龙头 所以说它的所作所为 某种程度来说 也可以当作是产业的风向球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探索下一站 我是刘燕良 现在外面太阳高照 天气都开始变热了 如早行人的衣服也越穿越少 应该可以说是 各位男士最喜欢的天气了吧 今天要来和大家聊聊 和这种天气最有关系的产业 太阳能 太阳产业的前景有多大 台湾太阳能概念股 最值得投资的标的有哪些呢 今天的节目将会和大家一一来做探讨 只要了解的朋友 麻烦帮我们订阅、按赞 并且分享出去 那我们开始今天的节目吧 台湾今年会不会缺电 我想这已经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了 与其担心缺电问题 不如想办法创造更多的定力来源 我想这才是应该要关注的重点 但是偏偏我们的政府又在提倡 非核家园 导致我们也快没有核能可以用了 在这种情况之下 发展绿能成为我们最明确 也可以说是仅存的一条路 所以许多企业为了避免发生缺电问题 分分开始建制自己的绿能发电系统 其中 太阳能因为建制相对来说比较容易 因此成为了最大的受惠族群 比方说电信三雄 他们在去年的时候就已经表示 要加入太阳能发电的行列当中 甚至中华电信过去就曾经和台电合作过 建制100MW的太阳能电厂 而今年中华电信又再更进一步 不只将太阳能当作响应环保的一个投资 而是要发展成一个新的事业部门 表示公司认为太阳能的商机是巨大 而且可以持续的 做好电信本身就是电信业的龙头 所以说它的所作所为 某种程度来说 也可以当作是产业的工向球 我想这样的表态将会有助于 整个太阳能产业的需求成长 加上现在夏天也快到了 需求大胜的时候 大家更会感受到供给不足的压力 到时太阳能族群就有机会再创新高 成为台湾绿能产业当中最受重视的区块 根据经济部能源局的资料显示 太阳能是目前绿电占比最高的部分 发电量高达45% 可以说是独占泛边天的现象 为什么台湾这么适合发展太阳能呢 我们可以从地理位置来看 台湾因为处在日照充足的雅热带地区 每年的日照时数高达2000小时 这样的环境非常适合太阳能发展 而且因为这几年定价高涨 许多人都开始自发性的 在自家屋顶装置太阳能光电板 尤其是中南部地区 因为日照时间比北部来得更长 加上许多透天错的关系 使得太阳能板的设置 几乎成了新建案的标配 另外许多农地、工厂和余温 也都会规划相关设施进行重电 作为自用或是卖电给台电 增加一笔额外收入 而台电也推出了准购制度 用高于发电成本的价格 向民间发电业者长期收购发出来的电 鼓励民间转型绿能扩大绿电市场 在出售自用两箱仪的推动下 台湾太阳能产业快速发展 预计今年太阳光电的发电量 将会再提升到达23亿度 较去年同期增加约6亿度 有着相当显著的提升 除了台湾之外 全球对太阳能的需求也是云日俱增 以欧盟来说 它在前阵子就推出了 Repower EU的计划 预计2025年建置320GW的太阳能 并在2030年要达到将近600GW的太阳能建置目标 此外 美国之前也宣布要在2035年的时候 将太阳能发电占比提高到整体发电量的40% 这些都代表着太阳能产业 不管是从短线到长线 还是从台湾到全球 产业规模都将不断地扩大 知名分析公司Trendforce就预估 今年因为晶片不再短缺 加上太阳能需求持续增温 全球太阳能需求将会大幅提升 新增的装机量预计可达到351GW 年增53.4% 从这点来看 目前许多产业都还在去库存的阶段 太阳的产业有着明确的成长动能 搭配各国政策的推动 与民众环保议社抬头 想必将会吸引许多资金关注 首先要大家介绍的是1504东源 身为国内老牌电机大厂 应该不少人家里都使用到他们的产品 尤其是现在夏天快到了 冷气的需求量大增 刚好我家最近也准备要换一台新冷气 那各位你们觉得哪一个牌子的冷气比较好用呢 麻烦告诉我一下 不过话说回来 在资本市场里面 这几年广为人知的可能不是东元的产品 而是2021年闹得沸沸扬扬的富指经营权之争 这场股权之争对东元本业的影响不大 但却让公司转投资的富邦媒遭受到持余之殃 为了着措资金弹药 公司卖出了富邦媒的股票 加上去年资本市场恐慌 导致富邦媒股价大跌 也拖累了东元的EPS 虽然搅出了历史新高的本业获利 却因为富邦媒股价下跌 获利反而衰退 不过这所谓风险与机会并存 富邦媒虽然股价被打了下来 但是公司获利依然持续成长 因此股价总法荣耀还是很有机会的 而且虽然资本市场闹得风风雨雨 公司的经营团队还是很敬业的 公司过去的主要收入来自 积电系统、智慧能源、智慧生活等三大事业群 东元今年也借由收购台蓬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布局庞大的太阳能商机 预期年底前 台蓬能源将完成10到15MW的太阳能暗场建制 未来东元的成长动能将会聚焦在新能源事业 它所布局的太阳能系统 不只可以南瓜、透天、浓地、余温 甚至高楼大厦也都可以设置 法兰圈也看好东元的转型 预估今年和明年的营收 将分别成长超过一成及近四成 今年每股盈余也预估在3块钱以上 那么股价也早已率先反应 在绿能转型的趋势下 未来的成长动能还有机会继续连续下去 加上即将迎来的冷气传统旺季 因此近期的涨势也可以期待一下 最后要让大家分享的是3576联合再生 这些公司是由新日光、玉京与生涯光电 三家人员公司合并组成的 那么公司有8成以上的营收 来自于碳能电池以及模组 公司更是碳能电池的龙头 连续5年获得了金能奖的肯定 展望今年公司认为 只要没有新的黑天鹅 全球太阳能市场规模将年增3成以上 甚至上抗5成 而联合再生也把握好全球太阳能的浪潮 并不只将目标局限在台湾 也努力开发欧美客户 美国的部分抓住反通膨法案 推动太阳能电池抢装潮的客户 欧美则是抢时中国转单商机 高速预估今年有5成以上的营收来自海外 而且今年随着市场需求加 以及大尺寸产能开出 运运渴望足迹成长 去年联合再生 好不容易从亏损连连的命运中转营了 加上剂值重回到10元以上 这些资讯都说明了 公司的谷底已经过去 联合再生也表示 手中现金充足 未来将大幅增加国内太阳能暗场的投资 扩大大尺寸太阳能电池产能 及自建除能AFC设备系统 而且公司股价自从2021年 减制弥补亏损后 就没有大幅波动 因此在太阳能高速发展的现在 是一档相对平宜的标的 值得大家多多关注 看完今天的节目 之后想问观众朋友 对于台湾电池产业 还有什么想要了解的资讯 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们 未来我们还会再介绍 更多关于投资理台的产业相关资讯 喜欢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 欢迎订阅、按赞、加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新的影片通知 探索下一站 我们下次再见 欢迎订阅